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求,俄罗斯战略轰炸机机队,正在进行全面升级。 2017年底,基于未完成的图160机身制造的图160平方米进行了首飞,目前,该机正在进行飞行测试。 8月初,塔斯社报道,趁图22立方米的深度改进行图,22mm将在8月16日推出,9月份进行首飞。 除了图160白天鹅和图22立方米逆火,图95熊也被列入升级计划。 B-52和图95防务博客8月15日报道,图波列夫公司已经宣布发展改良型的图95MSM战略轰炸机,飞机制造商图波列夫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科纽霍夫表示, 该公司已从俄罗斯国防部获得了一份合同,将执行图95MS战略轰炸机和导弹载机的现代化升级任务。 图95MSM的首次飞行预计在2019年底,图波列夫公司的负责人说,F-22和图95测试结果出来后,俄罗斯国防部将做出升级图95MS战略轰炸机机队的决定。 此外,图95MS轰炸机和升级后的NK-12MPM发动机,目前正在进行状态测试,预计将在2018年底完成。 图波列夫飞机公司不只负责图95的升级,也负责图160平方米的现代化改造。 此前有消息称,图160平方米将在2019年首飞,2023年交付俄罗斯空军冷战飞雄早前塔斯社曾报道,俄罗斯空军未来将购入50架新型图160平方米战略轰炸机,现役图22立方米,逆火的数量约有100多架。 图95雄作为一款大型四发波罗螺旋桨战略轰炸机,在1952年即进行了首飞,1956年进入苏联军队服役,该机的生产从1952年持续到1993年,累计造出了500多架,是现役唯一一款螺旋桨动力战略轰炸机。 图95MS与波音B-52同温层堡垒一样,图95迄今仍服役于俄罗斯空军,修改后的图95也备能发射巡航导弹,执行海上巡逻等任务,尽管该机在设计上已经过时,不过长寿的图95依旧是各种空中拦截行动的主角。 该机不仅作为武器平台被使用,也可以被视作俄罗斯国家的望的象征,俄罗斯空军目前拥有超过50架图95轰炸机,图波列夫图95线伊图95全部都是图95MS型号,建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。 这意味着,虽然该机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了,可现已机对本身机灵并不算很老,经过升级后依旧能够持续服役至本世纪40年代。 这即意味着,这款冷战飞雄将拥有90年的超长服役时,B-52轰炸机的生产上世纪60年代就结束了。 这两款战轰,究竟谁比谁更坚挺呢?作者署名,拦阻着剑出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预理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